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真是良好啊 只是他现在是来寻找韩清儒的 根本就懒得和这种女人啰嗦 莫无忌抬手就抓出了一堆仙格石 至少有数千枚堆积在地上 接着他语气平静地说 你问的是这种东西吗 他是不会相信韩清儒会说出他身上有大量仙格石的 肯定是韩清儒刚刚凝聚仙格 让这些家伙看出来了 这才控制了韩清儒 再加上自己一来这儿就寻找韩清儒 他们就故意讹上他一把 仙格石 韦公锋和朱一燕互得站起来 两人的眼里都充澈了炙热的光芒 他们死死盯着莫无忌堆积在桌上的仙格石 朱一燕更是抬手就要抓向那堆仙格石 莫无忌守一戴 这一堆仙格石直接被他收走 朱指使 你莫非要强强不成 莫无忌收起仙格石后 语气带着一丝不屑地说 朱一燕脸上的怒气顿起 但很快便消失不见 同时丢出了数枚阵棋 这些阵棋落下后 莫无忌的背后发出了一阵咔咔声响 随即莫无忌背后的墙壁直接消失不见 又一个房间出现了 和莫无忌所在的房间稳稳连在了一起 星 时间 在背后这堵墙消失的第一时间 莫无忌就看见了韩清儒 韩清儒脸上果然有一片黑金 而且莫无忌感受到韩清儒身上戏息不稳 显然在不久前一定与人交受过 师弟 你怎么来了 韩清儒看见莫无忌心里顿时一惊 他随即就明白过来 莫无忌肯定是来找他 结果被先修上楼的人给骗过来了 莫无忌对韩公丰和朱一燕说 两位先请吧 你们需要先隔时也可以 等我和师姐商量一下 再和你们交易 对了 顶金是一万中品鲜金 而且现在就给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不商量交易的事情了 韩公丰正想开口 朱一燕却抬手拦住了韩公丰 抓住一个橱袋 直接丢给了莫无忌 这是一万中品鲜金 给你一柱箱时间商量 商量时间是一个时辰 我和师姐有很多话要说 莫无忌抓过橱袋 毫不客气的说道 一个时辰就一个时辰 朱一燕根本就不怕 莫无忌能从这儿走出去 和韩公丰打了个眼色后 两人便迅速离开了房间 对不起师弟 是我还 韩清儒还想说话 莫无忌直接抬手拦住了韩清儒 同时打出了数道禁止 师姐 别的话等会再说 打下禁止后 莫无忌立刻抓出了一对 刚才朱一燕给他的仙精 开始恢复元气 中品仙精中的仙灵气息 不断被莫无忌抽取出来 在短短时间就裹住了 莫无忌的全身 韩清儒知道莫无忌在恢复元气 紧张地在一边等候 片刻之后 他就被震撼了 莫无忌抽取仙精仙灵气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 太可怕了一些 这么多的中品仙精不断地在他的面前灰飞烟灭 数千中品仙精 给他修炼都得修炼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而莫无忌这里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成飞灰 他到底是认识了一个怎样的尸体啊 莫无忌的108条脉络 死无忌惮吸收仙灵气 108个小周天逆转后形成了大周天 吸收仙灵气如果慢了 那才叫是怪事呢 尤其是这时候 他得恢复自己的实力 吸收得更加疯狂起来 大半个时辰过去之后 莫无忌周围的数千陷阱已经消失一空 莫无忌虚了一口气 停止了继续吸收 他的生机还不能一时恢复 但是元气倒是彻底的恢复了过来 师弟 你完全恢复了 韩清如看见莫无忌的样子 惊喜不已的问道 啊 我恢复的差不多了 现在师姐告诉我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似乎不久前还去斗法了 莫无忌心中很是疑惑 按理说 如果韩清如被对方控制起来 就不存在不久前还去斗法的事情 因为我身上有许多低级仙灵草 虽然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仙灵草 却剩在多 我到仓和访试后就摆了个地摊 低价出售我的仙灵草 没想到 却被那个叫朱一燕的女人发现了不同 她居然看出了我刚刚凝聚仙格 莫无济闻言 颇为疑惑的问道 这也没什么吧 在这个地方 凝聚仙格的人太多了 凭什么盯着你 韩清如有些愧疚的说 她不但可以看出我刚刚凝聚了仙格 还能看出 我凝聚仙格用了超过十万的仙格式 似乎我凝聚仙格的时间不长 仙格盗运被她发现了 她告诉我 说仙修商楼需要大量的这种低级仙灵草 我以为是真的 就跟着他们来到了仙修商楼 没想到一进来 就被这里的困阵困住了 他们逼我说出仙格式从哪里来的 我从未告诉过他们 他们为了得到仙格式的下落 没有感觉我怎么样 不过 却需要我代表仙修商楼 去参加商会大比 商会大比 莫无忌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韩清如解是说 听说永一脚的各大访市 要联合举办一次大型拍卖会 这次拍卖会 各大访市 家族 宗门 仙城都能参加 但是参加的名额有限制 仙修商楼在仙盒仿市有些名气 并不能一手遮天 在仙盒仿市和仙修商楼这样的商会 至少有两三家 我因为凝聚的仙格魂后 实力也远超一般的天仙修士 所以就要我为仙修商楼出战 我为了不让他们彻底翻脸对我动手 只能同意 莫无忌心中的杀鸡顿时狂张起来 这仙修商楼不但将韩清如困在这里钓鱼 还要韩清如为他们买命 而就在此时 房门再次发出了一声声响 魏公风和朱一雁走了进来 跟在两人身后的 还有那名将莫无忌带来的瘦弱男子 莫无忌抬手就挥去了她的禁止 冷冷地看着走进来的魏公风三人 你之前是受伤了 看见莫无忌再也不是来时那种瘦弱和满头灰白 朱一雁惊一出声 不过她也没有太在意 就算是莫无忌伤势康复了 在这个地方也是仙修商楼说话 房里的怎么样了 朱一雁没有继续询问莫无忌疗伤的事情 甚至连坐都没有坐下来 直接就盯着莫无忌问 你们将我师姐关在这儿 还要每天为你先修商楼卖命 先把赔偿的事情说一下 然后再说仙格时的事情 找死 莫无忌话音未落 那瘦弱男子就立刻出声 直接扑向了莫无忌 他似乎并未将莫无忌放在眼中 人在空中 就是一拳轰了出来 朱一雁看见自己这边的人扑向了莫无忌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同时丢出了树枚振齐 不等这树枚振齐落下 莫无忌同样跟着丢出了十树枚振齐 也是一步跨出 抬手一拳轰了出去 来这儿 莫无忌就没打算大家能好好商量 这一拳几乎聚集了他八成的原力 两道狂烈的力量轰在一处 在这房间中炸开 瘦弱男子 张口就是一道血剑喷出来 整个人倒飞出去 随即撞击在了门边的墙壁上 将这一方墙壁直接撞碎开来 扑通一声 这瘦弱男子跌坐在地 大口大口吐着血块 朱一雁震惊地盯着莫无忌 完全忘记了困阵没有困住莫无忌的事实 莫无忌这一拳没有动用任何法术 单凭力量就如此可怕 那么此人绝非他们所能抗衡的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我认为了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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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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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